就是那儿 彩虹碎片就在千灯岛上 木屯屯 下去 前面就是千灯岛了 好嘞 五星飞艇 目标千灯岛 老大 等等我 终于到千灯岛了 彩虹碎片 彩虹碎片 一定收银 彩虹碎片 第一名 千灯桥是我们灵水国最著名的景观之一 每年都会吸引来自布兰星各地的蚂蚁 可 可这里一只蚂蚁都没有 什么 怎么会 完全没有蚂蚁活动的声音 欢迎 你们是来参观千灯桥的吧 我是这里的导游 哈哈 哈哈 好奇怪的名字 导游爷爷好 好 我们再找一种叫彩虹碎片的东西 请问您知道在哪吗 彩虹碎片好像在千灯桥的那头 你们要过桥才能看到 那还等什么 我们出发吧 等等 要通过千灯桥 就要先把桥上的谜语猜出来才行 而且你们要分开 一只蚂蚁只能走一个路口 这是千灯桥的一根小游戏 才蜜语 我最拿手了 走喽 那我们也去吧 谢谢导游爷爷 现在蜜语也好 轻松一下 蜜语 愚蠢的 贵虹碎片是属于广天才的 可恶 你们竟敢 你们中了我哈凡凡的埋伏了 去吧 上面写的什么 这是千灯桥的游戏规则 第一 为猜出灯迷走出灯光范围者失败 第二 猜错或弃拳者失败 第三 失败者 这后面的蚊子被吐掉了 肯定是小孩子的恶作剧 大家快出发吧 我都等不及了 导游说 每个入口只能一只蚂蚁进去 我们分开走吧 那我先走喽 哦 哇 打一字 什么字啊 快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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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冒犯哈凡凡的下场 五行蚂蚁 半步春秋台字 最好吃的甜食是什么 哪个用说当然是糖葫芦了 愚蠢的五行蚂蚁 这次轮到你了 一乘雨 猜不出来了 这可是布兰星最聪明的科学家出的题目 猜不出来也正常 需要帮助吗 听了是不是很兴奋呢 别急别急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 喂 喂 喂 那你就慢慢猜 看你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 等一下 能请你让开吗 从现在起增加难度 你要想办法在我的阻拦下看到蜜蜜 原来是这样 我跑不动了 我不在了 好啊 嘿嘿 嘿嘿 嘿嘿嘿 愚蠢的悟行蚂蚁 看你们怎么飞出我的五指山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等等 等一下 等一下 从现在起增加难度 你要想办法在我的阻拦下看到蜜蜜 哦 好啊 等一下 你这是作弊 作弊 把这个泡泡打开 放我出去 你的是竹蓉 喂喂 放我出去啊 把泡泡解开 你这是作弊 快放我出去 喂喂喂 拜拜 这个好简单啊 等一下 这是 哦 是导游爷爷 等等 先等等 导游爷爷 你不是说一个入口只能见一只蚂蚁吗 但你怎么也进来了 这个嘛 是因为 还有 提示牌上第三条 失败惩罚为什么被涂掉了 这个 这个也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请你回答 果然是你 哈凡凡 被你发现了 不过不要紧 你的小伙伴们 现在都已经变成灯笼了 哦 什么 嘿嘿嘿嘿 怎么样 害怕了吧 赶快向我邪恶的哈凡凡投降吧 让我投降可以 但你要证明一下 你是布兰星最聪明的科学家 怎么证明 我出个谜题 你能猜出来 我就承认你是布兰星最聪明的科学家 没有我哈凡凡猜不出来的 但你要猜多久 不会猜几天吧 我哈凡凡猜个谜语还要几天 你气死我了 十秒内猜不出来 我哈凡凡就不是布兰星最聪明的科学家 好 那你仔细听 不要误杀 打一动词 我以为是什么谜语 就这个 你果然是个小孩子 答案是 齐全 坏了 中计了 这叫恶有恶报 你得试日 水灵灵 水灵灵 你果然冰雪聪明 相信你很快就能找到下一个彩虹碎片 水灵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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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那是什么事了 刚才呀 她凡凡也有今天 我要教训教训她 算了 她受到刚有的惩罚了 我们出发吧 我知道彩虹碎片在哪了 是吗 那我们就出发吧 五行蚂蚁为何必出发 金童童呢 一乘 一乘 看 那是彩虹灵吗 水灵灵 是这个吗 彩虹碎片一定就在灯笼里面 要怎么获得碎片呢 不会 又要裁灯笼吧 五行蚂蚁朝那个大灯笼去了 难道彩虹碎片在那里 赶紧上去 去 老蛋 这个灯笼好大呀 中国灯笼又称为灯彩 是一种古老的汉族传统工艺品 灯的出现 距今已经有1800年历史了 我刚才用眼镜里的通识装置看过了 碎片果然在里面 这次真轻松 居然没有黑魔兵把守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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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垫我 被我的电极灯电了 是什么滋味啊 雾形蚂蚁吗 你们中了我哈梵梵的陷阱了 木虹 老大 我们中陷阱了 那个笨蛋 不是说我们 是说五星蚂蚁 可恶 竟然射陷阱 烈火溜凶 别冲动 脚地打滑油 大家小心 这家伙坏得很 不是坏 是邪恶 我是布兰星最邪恶的科学家 哈凡凡 给你们见识一下我的最新发明 没敢见炸弹 可恶 烟火流星 火葱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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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没事吧 太容易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 快起来迎敌 不想动 好累 是啊 混是没劲 你们就好好加油 一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他们中了我的没干净炸弹 就别想再提起一丁点干净了 不好了 老大 怎么回事 有敌人吗 不 我应该也被哈凡凡的炸弹影响了 不然没什么干净 你什么时候有我干劲啊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剩下你们两个了 看招 臭臭炸弹 不好 快跑 这次坏了 麻烦吧 好臭啊 好臭 好臭啊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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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翻查资料才知道 原来灵水国是哈凡凡镇守 我担心你们对付不了他 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 博士认识哈凡凡 何止认识 我们还是老朋友 是你 这叫摔跤喇叭 专门为你准备的 哈凡凡 摔跤喇叭 顾名思义 只要用喇叭对准坏人大叫一声 它就会应声摔倒 是对付坏人的绝好武器 各大商店均有出售 谁会买你的破喇叭 是吗 阿凡凡 这么多年了 今天我们要做个了断 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擦起来兜乐的吗 臭臭炸弹 怪你吹炮 糟糕 糟糕 什么 我有无敌净化器 无论多臭 轻轻一喷就可以化解 轮到我了 这是我发明的性格转换枪 只要被这个击中 就能让你变成一只好蚂蚁了 你居然想让我变成好蚂蚁 邪恶 你真是太邪恶了 有关手 转手牵羊 是个转换枪落入我的手中了 呵呵呵 坏了 鬼师 一起烫入邪恶的怀抱吧 Eddie 你不吓坏了 不是 装返准兴了 我有罪 我忏悔 我不是好人 我做了好多好多坏事 你都做了什么坏事 我三岁假冒家长签名 六岁往老师茶杯里吐口水 九岁偷捡女同学小辫子 十二岁抢小朋友棒棒糖到十五岁还尿床 我实在太混账了 这家伙居然做了这么多坏事 没关系 既然你诚心悔过 那就自我了断吧 可恶的蚂蚁博士居然耍花招 这不怨我 是你自己上钩的 自然 看来我要出绝招了 这是你们逼我的 看招 狗舞足蹈 我居然情不自禁地在跳舞 这 这是 怎么会这样 好优人哪 这是我的必杀技 狗舞足蹈 使得我的宠物围着猎物转 猎物就会不自觉地开始跳舞 根本停不下来 当年哈凡班就是靠这招我打败的 想不到今天居然又用这招 那怎么办 快想想办法让我们走不能一直这样跳呀 快累死了 哦 对了 让我想想 嘿嘿 哈凡凡 这招现在对我没用了 我早就找到破解的方法了 你 你撒谎 我的绝招根本就没法破解 是吗 那你睁眼看好了 我要出招了 这叫强力粘贴骨头 只要一粘上就甩不掉了 坏了 别 别过来 你们 别过来 这叫恶有恶报 哈哈哈哈哈哈 林水龟 我失败了 彩虹碎片被抢走了 只要不放弃就没有失败 只有延迟的成功 我一定不会放弃的 我一定不会放弃的 别 别过来 别过来 下次我一定要报仇